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骨壳门诊来就诊的病人 70%以上的病人是有腰痛的 当然不是70%以上有腰痛的病人 就有追剑马上突出 或者说70%来就诊的病人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需要做手术的 只有5%的人很不幸运 他的病清水严重 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那么其他的95%的人 是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治疗的方法 这个就要求我们 平时要加强腰背肌的锻炼 当然了我了解了 很多的病人可能听到哪个男东说的 这个倒着走 能够会有利于我们这个腰背肌的一个锻炼 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它有一些危害性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的这个眼睛是长在前方的 没有长在后脑勺上 倒着走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这个保护的能力的下降 可能会摔倒 造成这个脊柱的骨折 或者造成这个髋关节 下肢的骨折 这是第一条 我就觉得适当的一些慢走 慢走或者是一些快走 慢跑都可以 最好的一些运动方式 我都觉得是游泳 因为我们人在这个水中以后 由于水的浮力 会造成我们这个 两侧的这个肌肉的平衡性 比较好 然后呢就是说 在浮力的作用下 我们活动我们的这个腰背肌 腰背肌能得到一个很好舒掌的锻炼 然后我们知道 腰椎疾病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腰椎啊 它是有脊柱和我们的这个肌肉组成的 一旦你的肌肉的 如果你的平衡性很好 你的肌肉的力量很强的话 你的一些脊柱一些问题 也能够得到一些纠正 所以说我觉得腰背肌的锻炼 是放在第一位 第二位就是 我们要克服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 就是说像比如说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就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有靠背 我的脊柱是贴在我的这个靠背椅上 所以我的这个身体硬力 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硬力 而不是我是说做的那种前景 或者是后生很厉害 或者是侧区的一个脊柱 这样的话会对我们这个脊柱的这个受力 像我这种目前的脊柱 它的这个整个锥肩盘的这个受力 是比较均匀的 那么我这几度退化的这个风险 或者说我这几度退化的程度 就会减轻 这是第二条 第一条就是要动 第二条要做的正 第三条呢 就是我们 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方式 比如说 我要这个接受一些 有意识的一些要背肌的锻炼 这当然有一些这个 一些运动操 我就在这边不太方便 就是说展示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而第四条就是说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 这个腰腿痛的这个 做过神经痛的一些早期的表现 应该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 可能会有一些 不需要太大代价的一些方法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疾病 能够得到一些减轻 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一些像等定治疗 一些自动微创的方式 或者说一些像腾痛哥 他们开展的一些 一些微创的治疗 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疾病 能够在门牙状态上 能够消灭 你在腰椎键盘突出发病的时候 我倒建议你是清淡饮食 就是说不要吃过分咸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椎锯盘突出发病的时候 神经是水肿的 如果你这时候增加了辣的湿入 你的这个肿脏会增加 会加剧 会造成你疼痛的加剧 其他的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饮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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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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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